好,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到我們望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4月17號,首先這裡有我們澳洲的珍必士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珍你好,多謝大家 我是珍珍珊的,大家好,早安,早安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按一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鐘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們的二台,正向報三台晒冷氣那裏,點讚和分享和訂閱 這一節主要是想講,又是講回,想大家點個題目都看到 就是講中聯辦的事件,其實我們講的,楊健副主任,負責宣傳工作的 新人,很不自然地,只不過61歲而已 但內地65歲才退休啊,所以就突然間被免職,是非常不自然地免職 這件事就發酵了幾天,今天有些人就說,是這個中聯辦清洗他,樂主任要清洗他 或者也有一個說法就是,他是中尖的,中聯辦權鬥,被人堆下來 就是黃人的說法 黃人也好,深黃激藍也有人說的,這些東西 總之,由於這件事的地震,就可以看到,其實終於,我覺得 終於知道,其實現在的問題是什麼,香港最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從黑暴開始已經說,是一個宣傳戰的失敗 其實可以看到現在這個,自從港澳辦中聯辦上來之後 他是分工分好了,他基本上就是,林鄭是管政務正事的,政治的東西 其實一直都是由中聯辦幫他看,包括在裡面怎樣搞 但是他們搞得很差,在黑暴事件那裡 現在是要從,因為最重要的是為什麼中央是這麼,這個是我們自己分析 為什麼中央現在這麼緊張呢?因為他們知道要打大仗 對面已經說明要35加了,告訴大家 我們要35加,要是行不行就忽行 對不起,不行就什麼都不行 他們已經說明了,攬炒,攬炒之外還要被人希望 希望就是什麼呢?我們要35加已經說明了 所以中央知道這場是一場大戰 而這場大戰最重要的就是宣傳戰 除了選舉之外就是宣傳戰 香港政府的宣傳戰一直落於下風 但是很奇怪的,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 黑暴開始 基本上香港政府和香港警察是孤立無患 他們的宣傳機器是完全動不了 稍微走出來說說話的人都被人噴到豬頭 說支持政府的人好像我們 大家不要罵政府 是很奇怪,所有事情都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些高舉就是我們是藍營的人 我們是親藍絲 但是又說自己不是撐政府 說我們是建制的,但我不撐政府 一種好像精神分裂狀態的人一樣 我在這裏從未聽過有人會 即使是任何的黨派,民主國家都好 是沒有人聽過說我是執政黨員 但是我不喜歡那個老闆的 有有有,我見過 有Boris Johnson 就是想住大衛那個 Boris Johnson每天就鼓動人去罵 Theresa May 罵到那個女人頂不住走了 其實在澳洲是有的 只是從未大衛那個就是這樣做 澳洲有 澳洲是經常都有的 那他們做什麼呢 奪權就是這樣做 這幫人根本就是一開始就要奪權 其實我們在澳洲見得多了 阿珍米士奥 旋轉門經常 陸克文上了一場之後 跟著呢 其實那個大衛已經非常不穩 因為報紙,他們是聯合報紙佬寫須 這個總理 聯合報紙佬一起寫須 跟著好了 總理就頂不住了 很大的壓力 整天出遊 我記得那個時候 陸克文是整天去開會的 去外地開會的 因為他沒有說的 我覺得他就頂不住國內的那種壓力 他就出遊了 結果就 他就給另一個女總理 就一刀插了他 插到他飛起 那個女總理其實是聰明的人 實際做事好像林鄭的風格 真的是做得到的人 那好了 做得到的事 結果就 有時做事就會得罪人 是不是?你做事得罪人就會民望低 尤其是女人 報紙佬其實也是挺男權的社會 老實說 是啊 那接著之後是怎樣呢 接著就是那個 綠克文又回朝了 因為要大選 是不是? 是 要打算回朝 接著好了 就 就進回來 不過接著當然是輸了 當然算不到 接著轉了去 執政聯盟 執政聯盟就是一隻 就是我們叫他做 就是一個兜風耳的小猴 那時候就 就是我們工黨那些人 不是說 就是 就是他們那個聯盟 他們那些聯盟那些人 有些很喜歡他的 因為他以前是一個 天主教的 神父來的 是 接著就還續娶了他老婆 還是 叫做什麼 業餘拳手 因為他以前 不記得劍橋還是牛津的時候 代表學校打拳的 都挺厲害的 其實他都是很厲害人來的 是 Roll scholar 一個term叫Roll scholar 就是其實 每年那些 那些叫什麼 前英國殖民地 都會找一個很厲害的中學生 就是高中生 接著就送去英國的大學那裡讀書的 那個叫做Roll scholar 是只有一個人 全國是只有一個人 如果我沒有記錯 每一個國家都是只有一個 Roll scholar 是很厲害的 香港有沒有 香港當然沒有 其實 從來都沒有 香港 從來都不是真的 帝國的一部分 我們講過的了 這些香港的真正的理論 那他去那裡的時候是怎樣呢 就是那個拳手總理 其實是很厲害的 他就是一個fighter 算是 但是結果 都是 就是 就是又是 在 他執政了 應該是十幾個月 是不是 有沒有一年 應該超過一年 超過一年 兩年多 我記錯了 我不太記得 不過又是 九合 跟這個梅鐸九合 接著就 不斷在報紙寫衰 他接著就 插到他飛起 又轉人 就是澳洲過去的八九年 都是這樣 就是 就是沒有任總理 是做得超過三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 因為 每個人都想奪權 其實 其實 陸克文 我講過小插曲 因為他 為何聲望大跌 是因為 有人 就將他 一條片 之後 他本來是想錄一條片 向中國 講普通話 因為他其實 普通話很好 然後 他就 好像我這樣 其實有時候 我中文都是不好 要預演一下 自己講什麼 然後 他就說 啊 fucking language 就是 他 說中文很爛 其實他 他其實就 說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自己講得不好 是啊 他罵自己的 但是 之後就被人炒作 說他罵中國人 說他 歧視中國人 有沒有可能 一個 學中文的人都歧視中國人 不是吧 是 是 是 還有 有一件事 是 這些片 只是自己人拿到的 不是對家拿的 是他自己人 放在對家梅諾的報紙上 搞他的 是啊 是啊 因為他自己其實要預演一次 去講中文 因為他其實那時候就想中國簽那個 應該是減排協議 是 他那時候是做這件事 澳洲現在自己都不簽 但是 這個是 就是 世界的荒謬的地方 所以就是 是很慘的 梅諾呢 就是 推了這個 綠克文上去之後 就不斷寫衰他 而他是 不斷和 不同黨派的人 都是一起寫衰他 那 接著他就換總理 所以澳洲現在 到現在都是不穩定的 那個 那個政治 是不斷 一兩年 甚至是 就是有時候一兩年 就換一換總理 就是 就是因為 拿著 一個 宣傳機器的人 他是不停想你 想你死 想你死 總之誰想來 我都想你死 以獲取更加大的利益 就是 看你誰出價多少 讓我幫你整死你的政敵 做什麼 因為以前工黨 有一條 就是碳碎 其實這條碳碎 就得罪了很多大商家 因為你知道澳洲都是出口資源的 那 說你碳碎的話 就很嚴重 但是其實 最後來看那條碳碎是正確的 因為現在炭 這個 礦業已經是 叫做 食微了 其實當時應該收了一塊錢才做的 現在 現在沒有辦法 又是被人做 做到很壞 就是 你排碳碎之後 我記得以前的說 你有碳碎之後 你電費多了多少多少多少 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 最後是打個禍而已 不過他肯定抹黑你 你死了 工黨搞這些碳碎 你有時間交電費 這樣說 所以其實 我們說回 由澳洲這件事可以見到 現在中聯辦 它是要換這個宣傳部長 是有原因 因為 是完全失主 如果你的政府是強的 沒有人說要你咬著它不放 沒有人說要你一言堂 但是也沒有人說要你弱到被黑暴打你 打到街頭的人 什麼都沒有 你是不是可以做些事情 他結果沒有做 所以我覺得他 我個人覺得楊健是失職的 所以 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不要說失職 可能他都驚訝了 可能他是不停的打電話 去給 大家都知道 有些傳媒 每天都在那裡狂鬧 從政府唱反調 但是沒有人聽他知道 他完全沒有了那個能力 可能是這件事做得不好 現在是問責 中國政府是想要重新擺那個陣 甚至連這個傳媒都要擺陣 那可能楊健他以前在中國的經驗實實太成功 而配合不到這個香港的一套 是不是呢? 珍必思議 我們咪口 剛才你講過一個理論 你講講來聽聽聽 是 其實我這樣看 因為他以前在南方 南方體系的報紙裏面做事的 那上算成功 為什麼南方是成功 其實他在國內是有信心的 哦 是 因為 因為 中文是什麼? 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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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他 是揭露了很多地方政府的不是 所以其實我認識很多的廣東人 很多人都覺得這份報紙算是公平 還有算是一股清存的感覺 我記得以前有網友這樣說 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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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 所以其實他那一套可能覺得 如果我揭露一些政府的不是 會不會增加自己的公信力呢? 其實國內這套來說他做得很漂亮 因為其實這樣的媒體是很少的 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其實以前我記得有些 北方媒體說我們南方的媒體 就是這份報紙是很不聽話的 但是這樣其實 從另外一方面 也令到很多 尤其是廣東省的人 對這份報紙是有一份敬意 所以其實可能他套錯了 他覺得反正都是講粵語的 講廣東話的 在香港會可行呢? 有時候叫做 罵下政府 會不會等於相對來說 變了 別人看上公平一些呢? 那如果他這樣公平一些的話 那會不會等於 撕了那股 叫做 盲撐的氣味之後呢? 會不會公信力會高一些呢? 那其實香港的情況也是不同的 嘉柴你覺得是不是香港的情況不同? 首先香港 等於市場來說 香港的情況是 罵政府的傳媒這塊餅 太大了 90%也是 就是要搶Viu 大家看看網台生態 那 但是可能他當初這樣做 大家看看他入職是201314年 就是佔中之後 可能是想說吹和風 所以就這樣做 故意隔開一點 但是在這次黑暴事件 是完全失衡的 黑暴事 其實是一個平衡術 平衡就是 你應該支持政府和不支持政府的各佔 45-55 不支持政府的45 支持政府的55 這種情況你玩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但是在黑暴事件裡面 竟然變成了90對20 或者99對1 那1就是大公民會 這樣就糟糕了 我剛才說錯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檢查 剛剛我說的Rose Gawler 其實香港是有的 2018年那個配額是一個 香港是一個 剛剛說錯了 澳洲每年有九個 新西蘭每年有三個 就是去Oxford 去牛津大學書的配額 在中國有四個 這個沒有關係 其實我要先說清楚 配額是這樣的 加拿大就有11個 是這樣的 就說清楚 新加坡有一個 跟著加上其他的地方 就是加上其他的 就是100個 這樣 先說清楚 不是要刻意抹黑人 現在要澄清一下 馬上同一節澄清 因為我剛才說完之後 我都覺得好像有些說錯了 我馬上去查 所以就 現在再說給大家 我們是負責任的 錯就是錯 所以一定要說清楚 就是Rosecola 一定要說清楚 就是六十四個不同的地方 你說什麼 加聖想說 我可以說 那現在要說 所以 其實 其實他現在是失 那一輪的失語 證明他是不適合 現在打這場大戰 因為 所以他是故意調他下來 就給他的副手上 我不知道他副手是什麼 其實你說是否清算 那我又覺得不是清算 技術調整 由手轉做弓 由魔轉做戰 今天已經 但是王仁就升在邊陣塊 而且看到勢是怎樣 他知道怎麼做 今天 陳文敏已經開炮了 他就說 誰說的那句鬥爭 駱主任說的那句 什麼 黑暴那些鬥爭 於是他馬上抓住他 那個字在那裡說 他說鬥爭 又是脫不出鬥爭思維 這樣說 一句扮來先 等一下 他說鬥爭思維 陳文敏 陳文敏說的 因為 這個 其實跟鬥爭思維沒有什麼關係 鬥爭是他們那幫人一開始搞鬥爭 他們還要用暴力去鬥爭 其實你嚴格來說他們不是真的抗爭 他們是鬥爭 他們是要爭取一個政治的話語權 爭取政治的話語權 其實嚴格來說不是抗爭 不是純粹是抗爭 他們是要鬥爭 那當然 首先 他們現在黃人的變陣為什麼會快 而且他們做得很準 就是 因為他們的媒體很成功 大家一看到蘋果 那些黃友看到蘋果怎麼寫 他們就自己埋位 有很多是 而 建制派是做不到的 我看得到 就是 就算中央說明 305身 你拼林鄭就怎樣了 都不埋位 還有些人出來說 我們一定要換林鄭 那你是否死得 我還沒聽過自己是建制派的人 全世界 除了黨內有人想奪權的人之外 好像波羅斯·Johnson對著Jelisa May 這種情況之外 我是沒見過 哈哈哈哈哈哈 或者好像Julia Gillard對這個Kevin Rock 就是 陸克文對這個基拉特 就是他們 就是因為想奪權 最後是奪到的 這兩個都是 成功的奪權者 但是 我們想看 結果他們兩個人都做不夠 做不夠三年 做不夠三年的手上 陸克文過了三年 因為他最後補了幾個月 就是第一次 就兩年多 就踢他走 接著雞勒也是 Gillard 不是 Gillard 不應該叫他做雞勒 那時候我們經常都叫他做雞勒 就是這個是沒有辦法的情況 不過還要澄清一件事 剛才Rose Scholar還有一件事 我是講錯的 就是這個是Postgrad的 就是不是高中生 是讀完大學的大學生去讀的 我是這個搞錯了 不好意思 就是讀Master 就是去讀Doctor 通常都是因為他讀完Bachelors 如果是Rose Scholarship的話 是直接收他做Doctor的 不用讀石士 直接收他 不用讀石士 那些那麼聰明的話 應該也有誠實學位 所以是不用讀石士 正常的 我就沒有誠實 我是讀了Master 才能上到PhD 好 多謝大家 這節差不多 那就想補充一下 不好意思 現在黃營 我們剛才說過黃營 黃營現在是見你被轉勢的時候 而現在那個叫疫情 大家看到今天香港新增是一宗 他們現在開始發動攻勢 剛剛看到這個大忌院 就是這個老蕭派系的一切源頭根源 已經不是老蕭 而是這個大忌院 大忌院現在開始一套立論 其實應該是來自劉西良的 就是說這一次疫情 這一次十九為什麼可以這麼成功 是因為香港人完全不相信中國 完全不相信香港政府 以及完全不相信世衛所造成 這一次全都是我們香港人自己救自己 自己香港自己救救到的 打出一條這樣的slogan出來 其實他這樣是羞辱了 如果一班醫護 即是那班非不是黃客的醫護 我們都說過 我們是有很多網友 是在那班黃客醫護罷工的時候 挺身而出 放棄自己假期才有今天的成果 還有放棄了 還說我明明退了休 可以不用拼 都被不甲上陣 被亂條命去 是的 因為是頂不上這班人這麼瘋 其實我以前也說過 其實作為一個專業人士 是應該有一定的道德底線 是應該把你全部的政見放在一邊 其實他們都是兩個字 奪權 一直來講他就是想逼人 是嗎 最後他扭動 記不記得 那個出來搞罷工 最後他唯有寫了幾個字 五大訴求 他一不可 最後你就是想奪權 說這麼多 幸好有一班有心 還有這麼有正義感的退休 或者是在職 或者是part time 或者是已經轉了去第二個工作的醫護出來 挺身而出 如果不是今天 香港更加做過 是 所以 所以現在 現在其實是 他們目的是 要將香港 政府 中國的功勞越傳 消滅 還要煽起仇限的火 這一場 這一場是一場文宣戰 其實是 未來這幾個月的文宣會鋪天蓋地 是一定要統一 在反攬炒的大期之下 所有的文宣 大家看到一個小的 誰阻礙著不去救疫 搞這個政治事件的 那個就將會成為天鼓罪人 這句說話是真的 因為現在是要 是啊 不單止是這樣 而是說不要複製文宣 一舉令就要去 不要做其他額外的事情 因為35加之後 香港會死的 是啊 抗疫平經濟就是這兩樣 是啊 抗疫平經濟 絕對不可以讓他們搞35加成功 是啊 其實昨天我們正向的 都說了 習主席在一個會議上面的講話 分析了 其實最後兩樣東西 習主席都說抗疫 之後就一定要大家合作聘經濟 是吧 現在 但是他們的聘經濟都有的 我們都說過 不是那些 大家在互數的 你欠我錢 我欠你錢 所以 我是這樣看 現在這樣的事實 我希望各位網友 都跟我們一樣 都是一條主軸 抗疫 拼經濟 拼經濟 什麼拼經濟 不好意思 拼經濟 就是這麼簡單 今次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